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山桥校 也在元旦举办活动 今年有数十位侨胞和当地居民参加 学校特别准备传统台式早餐 让海外侨胞异常家乡味 诸欧盟兼驻比利时代表处 副代表王万岭 细数过去一年 台湾跟欧盟取得的进展 向侨胞说明 政府在台欧关系上做的努力 欧盟在10月14号 发布了一个新的贸易政策 要经过我们代表处 几乎一年的努力 贸易政策委员特别提到 就是说要跟台湾开启 投资谈判 投资协议的谈判 镜头转到南非 原住民侨胞穿着传统服饰 热情演出炒热气氛 南非侨界庆祝中华民国元旦 在当地唯一的中文学校 主办升旗典礼 上百名来自于 约翰尼斯堡和普勒托里亚的 侨胞齐聚一堂 其中还有在南非出生的第二代 象征辛火相传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 我们南非全侨 在约保华新学校所举行的元旦神旗典礼 我在这里呢 我也要祝福我们国家 中华民国国运昌隆 国泰民安 中华民国国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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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